大家好,我是愛元神 我今天繼續帶給大家元神 萬葉被針對 元神因水龍修復問題 官方深夜道歉 那塔新地圖首爆有天空島 地下區多達15個,至多4層 首先是大家比較關心的5.0卡池 再次得到確認 上半水法加萬葉 下半雷神加草大劍 不過4.5剛up的萬葉 5.0光速再up一次 怎麼,生怕5.1的眼女霸萬葉金幣撈一波跑是吧 而且,還有這麼多角色沒輪上呢 到底是鬧哪樣 深賀上次是3.5下半了 還有萊歐風丹沒附客過 甘雨仙海之種 哪怕等的金混池也太久了吧 還記得剛賣過甘雨深賀皮膚嗎 這卡池安排屬實癲癲的 本來你4.6開始開三塔池不就完了 就像之前從單卡池過渡到雙卡池一樣 這些久的早復刻完了 非要整個混池搞得廚子也不滿 這下看來 李約混池和申賀都在海登街了 好消息來了 對於納維萊特昨日內部削弱 官方後面也是聳了 畢竟大批玩家都在罵 甚至投訴要求退款 目前龍王納維萊特也是重回王座 並補償1600元時 這下真不如龍王一賺了 感謝各位噴米哈油的大家 讓我能拿到1600元時 白的1600元時果然美滋滋呀 不過已經確定是BUG了 只是需要幾個版本討論修改方案 為什麼不提前血精已知問題裡 是怕影響你賣卡嗎 真的虛偽 給我的感覺是 之前的大大小小節奏米哈油 真沒放在心上 這次是自己做錯了 於是光束滑跪 我只希望 這次能讓官方常常記醒 還有一點就是 遇到是亂噴污染社區沒用 要去取報 舉報多了 官方自己就怕了 有關5.0類塔角色建模 目前看著還行 至少沒有PV欺詐 帽子姐好漂亮 不愧是PV裡 第一眼就讓我驚艷的女人 這個內塔版本的克洛琳德 怎麼建模那麼優秀 遠超立會表現了 只是火神這個衣服好醜 連好看也拯救不了 火神全靠他那個大頭髮 把衣服擋一點 要逼身黑太醜了 莫名有種頭身分離的美感 夜安山果然是雷系 六大部落確實缺一個雷系代表 不過 雷長槍是四星還是五星呢 關於納塔的新地圖 現在眾說紛紛 但是我綜合了一下 各位爆料者的言說 也是給大家分享一下 目前最確認的地圖信息 首先 納塔5.0版本開啟的地圖區域面積 會和3.1版本 虛迷已知面積類似 而且 它們兩塊地方的經緯度也類似 並且 納塔的新地圖和 虛迷沙漠 處於不同的大陸 因此 它們之間是被海洋隔開的 除此以外 納塔跟虛迷有一個共同的 相似之處 就是納塔地圖 也有13-15個地下洞穴 並且很多洞穴 它擁有至多4層 不過複雜程度 貌似並沒有虛迷那麼大 所以探索的時候 不必擔心 而且 現在對於地下探索區域 也進行了分級分層 不會再像虛迷探索的時候 那麼難受了 納塔地圖 目前可以分為天上 地上以及地下 同樣的天空 也有分層地圖 不過天空區域 它不會像天空島那麼大 應該只是單純的幾塊小島嶼 分佈在天上而已 具體的天空島嶼面積 可以參考納塔PV裡面以下的這個畫面 其中展示的三塊 類似於水立方的東西 就是天空島嶼了 相比複雜的虛迷沙漠洞穴 其實納塔的地下洞穴 更類似於陳玉谷的那種設計安排 所以探索起來 不會感覺特別彎彎繞繞 而且納塔的地下並沒有城市 只有巨大的廟宇 整塊地圖 最重要的建築 就是三個部落群建築 以及一個競技場 競技場裡面 會有冒險家協會 鐵巷鋪這些主要設施 應該競技場 就是類似於納塔的組成了 關於納塔的火山區域 在5.0版本 不會直接上線 它會在未來版本上線 而且是向西方擴張的 而不是向北方 5.0版本 大家就可以在劇情裡面 見到隊長用元素力 對戰火神的動畫了 這個可以期待一下 如果這個爆料是屬實的 那麼大家將會第一次見識到 實力強如神明之間的戰爭 還有一點就是 5.0版本不會開啟旅行者的火元素形態 應該要到5.2版本做完火神的相關主線劇情之後 才能夠和七天神像共鳴 不過這並不會影響大家的探索功能 因為七天神像它的傳送和共鳴功能是分開的 只是比較可惜的是火煮的強度 要足足等上3個版本才能夠體驗到